你作为一个农民 你作为一个农民 你一点农业的常识 一点都没有 我跟你说 你要一直种地 你说你这几年不种地 前几年种 问小麦那个价格 肯定一口爆出来 陈老板 你好 您说 你好 我想跟你聊一下 就种地这个事 您是专业的 专业不是专业 我就是个种植物 就是我呀 我那个走上 一直都是农民 然后我也生活在农村 现在也是 我就发现就是农民啊 就是种地啊 就赚不了啥钱 不管是种自己的自留地 还是去承包一些地 我就没有见过就是赚钱的 最多最多 就是可打工的收入差不了太多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包地 他是咋赚钱的 为啥就是至少我看到农民就没有赚钱的 是这样哥们 赚多少钱就要赚钱 呃是这样 就至我认为啊 至少他比如说一个人啊 一年都种地啊 至少要比他就是在出门去打工的工资要高吧 那你那你有点那什么了 你是一点你你是一点常识都没有了 那如果就是靠家里一亩三分地 对吧 一年的收入能比出去常年在外面打工要高 是这样 不是哥们 我还是 你说我说话你没打断吗 因为你说话我都没打断了 对吧 好的好的 就你要这么认为呢 什么时候那那饭你都吃不上了 你自己也吃不及了 啊都别吃饭了 就种主粮 对吧 种主粮如果一亩三分地 对吧 欢迎住人意啊 一亩三分地都能像出去打工资 那就别别玩了 就崩溃都算了 十字眼吃饭都别吃了 对吧 这还吃啥呢 而且你说你农民 对吧 你祖上三代的农民 啊 那我能不能问你一点事啊 你说 你家土地什么性质啊 自留地嘛 你家土地什么性质 性质 这个我还不懂 啥意思 啥性质是啥意思 不是你 土地什么性质 土地的性质 它都有啥性质 你不祖上三代农民吗 你这样不知道啊 确实不知道 地 这样吧 你那个地 现在你自留地 多少亩啊 现在一人就一亩 一亩多 一亩多 这一亩多的地 种的是什么 我这听不到你声音了 我说 您那一亩多的地 种的是什么 我一亩地 现在 种的都是主粮 什么主粮 小麦和玉米 大哥 大哥你在哪儿啊 我在陕西啊 陕西 10月4号 都他妈种小麦了 小麦产量多少啊 一亩金 前些年有800斤左右 你小麦一亩地 种800斤呢 对 就是比较多的 玉米呢 玉米我不清楚 你自己种的吗 玉米 因为我这些年没种了 我都说的是前些年的事 那这样吧 你前些年 前些年你种小麦 是吧 你小麦几月份下种子 不是 你这是怀疑我是不是 不是 我们聊一下天嘛 不是怀疑嘛 就聊聊天嘛 小麦 好 才把玉米收割的 这段时间 你这段时间才把玉米收了 对对对 就前些 我问你 我问你麦的什么时候 下 种完玉米之后下 种完之后几天 这个我确实不清楚了 因为这个农村大家下了 我就跟着下了 你一亩地下多少斤小麦种子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当你是农民 你说的都是真的 摘基地自留地全部免费 我不是当我是农民 我确实是 我确实是农民 哥们 我都跟你往下聊了 你要真跟我叫这个 真很简单 哥们 那我就跟你较真了 对吧 你土地什么性质 我刚跟你聊过这个事 我不知道你说的性质是啥意思 是这样 你是农民 你玉米 玉米收完之后 几天几天几天种小麦 你不知道 小麦一亩地下多少斤种子 你不知道 然后你家自留地土地什么性质 你不知道 我怎么聊 我怎么聊 然后你上来跟我聊的问题 你一点常识都没有 就是你一亩三分地 对吧 你一年要跟你打工赚的一样的钱 那你告诉我 这粮质得卖多少钱呢 哥们 我 我的问题不是说是 我的自留地 可以和我打工赚的一样 你刚才不说的吗 我说的是 如果农民去承包地 他也赚不了钱 就赔的多 就是我说我见过 承包多少啊 比如说两个人承包20亩 种主粮或者是经济作物 我也没有见过他们赚 赚钱的 他赚钱能跟你说呀 哥们20亩才多少钱呢 20亩啊 粮食多少钱 来 小麦多少钱一斤 前些年应该是一块多 一块一到一块九 全一块多大哥 你账口就来 这个我确实 你根本啥都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是质问你啊 我是根本 根本不是质问不质问的 你作为一个农民 你作为一个农民 你一点农业的常识 一点都没有 我跟你说 你要一直种地 或你说你这几年不种 你前些年种 问小麦那个价格 肯定一口报出来 不是 不是我没有报地 我只是知道 你家那一五三门地 你没种啊 粮食不是你卖的 谁卖的 肯定不是我 我不种地 都是长辈在中 你不是说你前两年 还在中的吗 对 也是长辈在中 那你说你自己种干啥呢 因为我还是农民啊 我合乎本上写的是 你农民 你现在叫进城打工的农民 对不对 叫进城打工的新时代的劳动者 你已经不能称为你种地的农民了 哥们 而且你啥也不知道 你上来跟我说这些 对不对 还有一个很简单 就是你既然都进城打工了 对吧 你怎么能知道 你走访过哪些人呢 你刚才说的那些不赚钱呢 哎呀 我看 我看到 比如我们村或者是亲戚 比如说我就跟你说 我刚包20亩地那个 那个那个人 我们村的 他种的是经济作物 种了20亩葡萄 如果他赚钱了 他就不会把那个葡萄全都砍掉 经济农作物就这样 不就根据市场吗 那很简单 哥们 是这样 你现在进城打工 这个馒头的价格和10年前 没有什么变化吧 你自己是个农民 你种地的不知道吗 古建商农 古建商农 古贵商民 这是自古以来这个老化呀 对对 我的问题是 就是为啥就农民 就种地就赚不了钱 就你 你种地 我想应该是赚钱的 是不是 我就想 就请教一下 所以我不说了吗 赚多少钱是赚 就我的 我觉得 我也说了 就是应该一个人出去 比一个人出去打工要多一点 打工好 你打工 你一年赚多少钱 咱就 咱就说一个 稍微中位受偏下了 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12个月的话 应该一年在 应该在6万以上 6万以上 你告诉我 好 那我现在问你 小麦多少钱一斤 玉米多少钱一斤 这个我只知道 小麦应该是一块多 超不过两块 一块几啊 这个你 你直接说 我确实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怎么 你怎么能去跟我说 怎么就没那边赚的钱多呢 就你 你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粮食的价格 你凭什么说 种地要跟你出去打工 一年6万多 赚的多 一样 那你 你不知道是赚价 那我怎么给你换算呢 你说嘛 你也可以说嘛 你可以说 一亩地多少钱 你怎么赚的钱 你不了解一下 你了解 你了解 煮粮的这个体系吗 你知道什么叫保障粮吗 煮粮是什么 什么叫保障粮吗 四大煮粮 有的地方五大 对吧 小麦 玉米 大豆 和水稻 这四个东西是 人的口粮 还有战略物资 对吧 有很多的用途 你告诉我 这些东西涨价格得涨多少啊 涨价格涨多少 啥意思 你不是要跟那个什么吗 跟你打工要赚的钱 6万块钱吗 就是这个价格 是主粮的价格涨多少 你觉得 才能到6万 对 对吗 这个 这个我认为 如果 你可以去包地 或者是 种多一点 一个人 我一个人的话 一年 如果能挣到 6万 我也认为 这是很 很可以的 但是我就没见过 那很简单 包地 包多少地 包地就 你一个人能忙得过来 包地 一个人忙得过来 那你好 很简单 那你看 你不知道粮食价格 然后包地 一个人要忙得过来 对吧 然后你现在 一个人忙得过来 你又要投机械 那机械 都几万块钱一台 是 所以我就问一下 您不是农民吗 您是农民 您这个所有的农业的东西 你是一窍都不同 然后你过来问我 那你就别说 你是农民不行吗 那我付苦上 确实还写的是 农民 农民那个 付苦呀 然后呢 你是为了农民 打包不平吗 不是 不是打包不平 我 我没有就是 跟你杠的意思 我就是很好奇 为啥就你 你就能赚钱 为啥农民 种地就赚不了钱 哪的农民 种地赚不了钱呢 人家 人家赚钱没告诉你而已 哥们你跟人关于不铁 我只能这么说 能这么说 人家赚钱 人家赚钱得告诉你啊 就 人赚钱得告诉你啊 是的 你 你看你这样 你就 如果这个事 你怎么赚钱都不能说呢 咱就不聊了 人赚钱能告诉你吗 就你赚钱 能不能告诉我 我赚钱 我赚钱告诉你啊 就我就问你能不能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在江苏环雅 你在陕西 咱们是不是离得挺远呢 我就在告诉你 我这怎么赚钱 你觉得能适用到你那个地方吗 在价格肯定不超过两块 我操 大哥 一块多到两块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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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零九分 到一块九毛九 这中间 你知道差多少钱吗 你知道主粮 你知道主粮 每金涨一分钱 你知道吃到你嘴里面 涨多少钱吗 你可以说 可以多说一点 可以多说一点 就是这样吧 哥们 我这么说吧 你是个农民 但是你对农业一窍不通 对吧 是 可以这样说 那行 那我们就可以聊了 你对农业一窍不通 你是个农民 对吧 好 那我跟你讲 主粮都是按铃来还价的 它的价格是按铃来算的 因为它产量高 二个 咱们家的粮食 是国家管控 粮价 为了保障14亿老百姓 吃上饭 吃饱饭 然后还要有战略储备 就是要保障14亿老百姓 在特殊情况 全面战争爆发之后 全面灾难爆发之后 14亿老百姓能保证 16个月以上的贡粮 你说咱这个 杨家是宏观调控 是不是这意思 这叫保障 最低保障 我们算的平均吧 算的一块二 一斤 一亩地 你那的产量是800斤 你算是多少钱 说完单价 说完单价了 你告诉我 咱们很简单 就是小学数学 我跟你说完单价了 你算吧 你现在算 来告诉我 你下面别给了算 你让他自己算 怎么赚到6万 然后你那低租是多少 你告诉我来 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低租 我这低租 哎呀 前前年一亩地就1000多 你们陕西那个情况 一亩地1000多 你张口就来 又1000多 1000多少啊 呃 就是就是我 我刚跟你说 这包地包那个 种 种那个经济作物的 他当时就是 确实是 我跟你谈主粮 你跟我谈经济作物 所以我这才请教你 就是你 你能说一下 就是多说一下 你怎么就是赚钱的 这是不是牵扯到 你的商业机密 没有商业机密 我怎么赚钱的 首先江苏 淮安这边大平原 是 我包的是年片的 我的地租都没那么到1200 1200我连看都不太看的 我种的全是主粮 我管理 对吧 妥当 一年两季 就这么简单呗 你种主粮都能是有收益 种主粮为啥没收益啊 你种主粮是小麦盒啥 小麦玉米大豆水稻 重粮剂 你这个包地是跟谁包的 是跟 村基底 跟村基底 跟农民 跟村基底 直接一次性包大片的 是吧 我这 我这不叫包 我这叫扭转 扭转经营 我再问你个问题 一亩地多少平方啊 你问 啥 一亩地多少平米啊 一亩地 一亩地多少平米啊 这个我小学学过这个 是现在忘了 你是农民 你啥也不知道 我认为